他们对着佛山DRG 其实这两个队伍呢 就是今天的第二季是本赛季的手续 而EDGEM是他们的第二场 上一场比赛上海EDGEM是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比赛状态和一些局内的情绪 并没有完全进入到备战状态 魔盒其实也差点吧 就也是换了人 然后可能以前可能在老人的时候 可能会相对是更偏稳定一些 现在上去之后可能有一些 可能他们的魔盒还不够到位吧 对 今天我们赛前讨论一个小点 就是如何非常迅速地进入到比赛之前的一个状态 因为可能每个常会赛之前 都会有一段休息的一个时候 那你们那段时间一般会怎么进行 让自己迅速进入到这样一个比赛状态 其实就是训练吧 然后找感觉到赛场的时候 去比赛的部分上坐一下 然后去训练营去滑一滑 然后这样子 是的 就在如果快打比赛了 你拿个手机嘛 你在训练营里面 玩完自己常用的英雄 可能要用到的啊 是 找找手感什么的 还是必须要让自己提前 就是更快地去进入到这样一个比赛状态 那么同样 第二季并没有进行人员变动 而上IDGM是有一个打野位置上的一个变动 是有悬影 那其实上场比赛确实悬影的发挥 跟这个队伍整体是出现一些脱节的一个情况 这个东西是需要在这场比赛再看看 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有聊到的这个比赛状态的一个问题 导致他们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其实上海EDGM 在我印象当中 他们的成绩和表现变得更加稳定 也是这一系列的人员加入之后不断地组成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阎梦的这个稳定性变高了 就他们的游走跟上海EDGM的契合度变高了之后 我觉得上海EDGM的稳定性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话就从之前可以看出来 因为一个队伍稳定性变高了 他们就慢慢从 就上海EDGM也是从B组 然后慢慢往上打 然后因为可能每个位置 他相对来说都会更加稳定了 大家团队配合就更好了 磨合的也不错 所以说他们成绩 只要在自己发挥稳定的情况下 就能慢慢慢慢往上爬 是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良性情况 我就跟上赛季的这个 我觉得厦门VG就展现出来 在后半段展现出来 是很相似的一个情况 同样我们今天在赛前也聊到一点 就是关于马超的这件事情 用众所周知 其实DRG就是关于百兽这么一选手 你可以看到后面也是给到了一个马超的头像 但是呢 经过了神人说 包括像昨天采访的时候 也有人说到过 马超这个版本因为不相征兆的改动 这导致它特别难 这怎么评价给人 因为他不相征兆 现在攻速又加了点 加了点减攻速嘛 然后马超碰到对面出那不相征兆的 然后就减攻速特别难受 然后对面再出一个 我都出过冰心什么的 这样双重减速 它就很 就会导致它戳得特别慢嘛 然后就玩的就特别难受 影响它的发挥吧 是 我就整体的发力啊 就会因为一件装备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就我们也会有些小小的期待 究竟这场这个赛阶的马超到底能不能上场 但是目前听下来是比较难的 但是其实第二季的摆上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存在 就不管说我别人怎么样 就可能在那个时候阿古董马超 在联盟胜率偏低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毅然决然还是会使用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和理解 他们会搭配一个中轴 就在中轴这个点上进行一些补强 对 因为你中轴强的话 你到时候你中轴抢过线 可以去帮马超那边 帮他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一直吃双线嘛 双线这样的话 马超肥起来就还是很好打的嘛 是的 好的 那么本场比赛是马上开始 把时间交给解说戏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瓶子 大家好 我是黄超 今天的第三场比赛由上海EDGM和佛山第二季为我们带来 这一场比赛呢 因为上海EDGM已经在前面第一天的比赛有过亮相了 而佛山第二季则是本赛季的首秀 这也是上海EDGM在上个赛季打完之后 他们是锁到了前六 对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赛季的初期不分组的话 他们就是S组的队伍 但是这个赛季我们的第一轮从今分组了 但是也不影响这场比赛就是上个赛季两支赛季结束之后的S组队伍之间的较量 而在上海EDGM的这个赛季第一场比赛是0比3败给了广州TDG 对的对的 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 是的 现在其实该我认为啊 就是第二季表演了 因为上个赛季的常驻老四强已经三支队伍全部亮过相了 就剩博山第二季了 而且赛前我听说 怎么说 小道消息告诉我 第二季这个版本摸的还是比较透彻的 而且准备了蛮多东西 主要还是因为上场上的有些晚 是的 主要的那些东西可能被 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其他四强队估计已经掏出来用过了 是的 所以我们这场比赛要期待一下的 因为通过这个版本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 和佛山第二季这些选手的属性非常契合 嗯 铺铺 我相信他赵怀珍 赵怀珍 一定有一手 玩的不差的 然后站边 百兽 百兽的站边 然后孟兰后期C的能力 这都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期待一下 第二季到底给我们带来的 怎样的一个赛季的首秀表演 他到底是理解是怎样的 然后同样的 EDGM 现在问题很大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时间是不等人的 他们在上个赛季的末尾 好不容易锁定了前六强 对吧 能有一个S组的身份 但是如果这场比赛 再说的话 因为上一场比赛是被TDG零封了 再说的话 这场比赛如果是个大比分被战胜 那基本上是和S组就无缘了 因为他们的分组在第一组吧 第一组他如果先是已经输给了广告TDG 然后TDG的实力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 对的 如果今天再败给佛山DRG 那么 他首先就丧失了和TDG还有DRG去竞争 竞争S组的这个机会 因为胜负关系 它是劣势的 所以在这场比赛上 上海EDGM一定要打出上个赛季的黑马那种感觉 两支队伍在历史交手15次 联赛交手10次 DRG获胜了6次 而上一次常规赛交手的时候 还是在20年的秋天了 主要这个历史交手里面 有当初我在的时候 我们一直输给EDGM 你带来说 会有点影响 所以在这场比赛 上个赛季的季后赛 两个队伍就已经有过交手了 只是常规赛没有过交手而已 上赛季后赛呢 是DRG淘汰了EDGM 所以在这场比赛 对于EDGM来说也是要 这个全票打飞 对于EDGM来说也要全力以赴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前版本 我必须得说呀 就因为今天的对手啊 在打野位置 雪颖她交手到的是彭梦 雪颖在上一场比赛 她的个人的数据表现 其实不是很好的 从跟上海EDGM的 适配度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还不够 我们通过一组数据 来了解一下 雪颖在上一场比赛的 三局比赛里面的 参团率只有27.6%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的分均经济才736 如果你的参团率 这么低的情况下 你的分均经济应该最起码 我们得在750 760以上 甚至到800 这很显然上海EDGM 目前 对悬影之名 新进入到上海EDGM的打野而言 他们在磨合程度上面 是不如以前来得那么顺 对他们还需要时间磨合 刚刚镜头也给到了台下的艾斯 艾斯在这个赛季 自由人也来到了上海EDGM 而想比较之下 博山DRG他们在这个赛季的转会期 没有什么变色 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 整个转会期被百兽挂牌 搅得是不可开交 但是对于DRG的粉丝来说 没有转会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而且还是老五人 并且在教练组也依旧是择教 而且我听说无痕目前在DRG的教练组里面 他也承担了蛮多工作的 而且现在整个队伍里面的磨合都不错 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在这场BO5的较量 蓝色方上海EDGM先半先选 红色方博山DRG 先张飞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你上来把张飞给搬掉了 看看迷风花是准备卖什么关子 这搬张飞拿什么戏呗 红村里红村里先处理 就不想用大桥跟红村里这两个点进去一个置换 直接两个单位了 蜜蜂花就是不管在红蓝方都会搬大桥的 DRG是后一手 红田 红田 那些外面出来的英雄有 赵怀珍 赵怀珍 反正这两个英雄如果论优点击 我觉得还是赵怀珍 没错 赵怀珍拿出来 接下来的配的边路 我们前面看到有拆过 把夏洛特直接给拆掉了 看看这局比赛DRG拆不拆 如果是要选夏洛特的话 那么在打野位置上可能会补到一手肉铠 我是一个世界的梦魇 打吕布的话 那应该是正常拿一个野荷型的英雄 但他拿吕布的话要对线打的是夏洛特 牛气冲天 穿入爷们 吕布加牛魔已经在考虑到一个打你后排的事情了 同时 吕布也是稍微有点抗得这首赵怀珍的 是的 上海一地间 接下来的这两手 一手边路应该是定下来的 亚罗特肯定要选 因为这些英雄本身打吕布就没什么压力 然后其他的选择上面就要考虑 对不怎么怕被吕布和牛魔开到的英雄 来一个有位移的灵活射 孙上香不错 对 而且这种孙上香出来的话 接下来在游走位置上 需要卡一下第二季的班位了 需要 魔杉第二季可能要在游走位上送上一个明星 对 选了孟琪 用孟琪去对位打这一手赵怀珍 因为孟琪 他的二技能是不能被吸走的 孟琪的二技能是不能被挡 他不属于飞行物 还有一个点就是孟琪 他这个英雄跟其他的野核型英雄不太一样 他满质量的时候非常的肉 对 赵怀珍打不动孟琪 没错 太乙搬掉了 然后萌亚送上了上海EDGM的班位 佛战第二季的最后一班 小明 搬掉了两个孙上香的搭子 那孙上香这个点如果再考虑到 要有人保他的话 那可能就是鲁班大师 那鲁班大师一旦在这套阶容里面用掉的话 后面鲁班七二就不太好出了 是 沈凡熙搬了 这一手张飞搬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没看出来 是吧 目前没有看出来 一星 给清风 接下来上海EDGM的 这是要保大神了 江子牙 昨天的两场 江子牙加孙上香 都看到了孙上香升到了20级之后 生存 就是最精彩的战斗 这是一个打打你转线消耗的 专门消耗你 然后让夏罗特赵怀珍进野区打架 没错 就通过不断蚕食你的状态 然后去获取一些你家野区的资源 然后线上打的也可以更顺 这个这种手确实长啊 就是在下半途 中辐射 三手手是很长的 但是佛山爹地 这套阵容是有点强开属性 而且非常强 已经放弃了做个输 已经放弃了做个输 挺脆的 嗯 就看他发育的好不好 如果要是顺风的话 他这个上野老实讲 第二季也打不动他 在中期的时候 中期这个阵容 孟奇加上鱼姬 他刷不起来 镜头当中看到的是吴恒 在上个赛季的时候 他是来到了佛山第二季 教练组 上海EDGM的这套阵容 在我看来 他们就是 消耗上非常的厉害 在整个前期的时候 因为前期像牛魔 这里没到四级 是很容易在战事业时候 被消耗的 被白打 对 然后一星这个点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 被江泽来和墨子消耗到 所以在中辅的一个对抗上面 佛山第二季 前期是要吃点亏的 但一旦到了中期 中后期那种开始抱团的时候 上海EDGM是非常考验 他这几名选手的 一个个人走位能力的 对 他很容易被开 因为这局比赛 一星吕布加牛魔 我想的头皮都发麻 你拉扯一旦做不好 那GK一波团下去 上海EDGM就是要出大事的 是的 所以就要看 再像刚刚我也讲了嘛 就你这套阵容 如果EDG能够做到后排不被开 或者不会吃到全段控 如果你吃到全段控 基本上就死的 但是如果你的发育的不错 你的上野双战士 能够打出效果的话 他其实也不虚 就在前排也能站得住 因为你这个阵容 也是比较依赖的是 就是中期的时候 你不可能在这套阵容里面 这种是鱼姬 孟琪加吕布一个输入都不能少 否则的话你上海可能会不够 可以看一下上海EDGM知道阵容在前期能不能通过江子牙 莫子这两个点 然后这个阵容如果DRG拖到顺利过渡了前中期 那他后期可太好打了 后期就随便开 对 有闪现就可以上去开一波 没错 然后几个大招打下去 而且你夏洛特加赵怀珍 面对到一个大吕布 确实挺难受的 而且鱼姬这个点你可能无法跟他 没有办法处理掉他 他们只有通过前期的消耗 然后让赵怀珍和夏洛特 这两个人进野去跟你打架 对 然后慢慢的把经济给滚起来 那么上海EDGM这套这种才能跟佛山DRG有一战之力 但是你若前期没拿到优势的话 平稳让佛山DRG到一个中后期 那上海EDGM的一到打团的时候就会很炸 这场比赛是上海EDGM的主场局 为RG一起前进 刚刚说了那么多 其实总而言之 凝聚神一句话就是EDG不能逆封 没错 来吧 进入比赛 蓝色方上海EDGM 红色方佛山DRG 我是瓶子 我是黄超 全军出击 rG 很快 加油 合卿 加油 合卿 合卿 加油 合卿 一辈子 看一下前击的第一波线 莫힐这一场比赛带的皮肤 也是前几节先进的新皮肤 是新传说的那一套 对的 尚 以赛 人 打 阿盖顶上蓝,要被消耗一下 然后再来一个二技能,击飞起来 打到残血,闪现被逼了 清风也没有饶恕,炎梦啊 你这打我辅助打得这么凶,我过来也得打你一下 这炮没有中 这炮从抖红披风下面穿过去了的感觉 清风一个小走位躲了两个技能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夏鲁特在现场还是要被吕布小压一下的 等到他的一个冷却,冷却上来之后就好打了 吕布是白兽在夏季赛使用场次最多的英雄了 和他的马超是持平的,都拿出来十二场 吕布更帮助火山第二技拿下了奇剧的胜利 这波率先抢到四级,帮助夏洛特可以稍微带一下 对,夏洛特到四级之后跟赵怀珍的四级 在上路的2v2对抗上还是要强不少的 中路来压了一下清风 江子牙现在在比赛赛场上跟路人局还是有蛮大区别的 路人局基本上八分钟之前就能够顺到十五级 就可以开始用封城之力封城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托米 他玩江子牙的时候他跟我说他7分30秒就可以到达十五级 这么厉害 如果你要是局面比较顺的话 小野包括对抗路线上的经验啊 多吃一吃确实会升得很快 但是在比赛的环境里面就比较难了 对,就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来回的跑东西 对 昨天的比赛里面我们看到了基本上都是在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了 是的 DRG抱团抢个中线 来保野区 这局这个阵容从DRG这边来看的话 其实鸣也不是很好发挥 因为在赛事这套阵容的环境里面 他其实如果上去想用一二技能去烫人 他容易被开 所以他只有在前期趁着牛魔这里没有到四级的时候 他可以找些机会去烫 等到后面佛山第二技的伤害起来了 然后牛魔也有大招的时候 他是往上去烫一下就容易被开一下 没错 而且还有一星可以开他 对的 又来一套 这套消耗效果不错 清风有点难受 是的 现在没有前排的时候这样子还是可以随便挂技能的 一个小走位躲了莫兹一炮 下路一个一把两个兵全部吃掉 一个究竟毒炮 这个小号很舒服 玄影这个时候过来再反一个小野怪 吃甲 把吃甲拿掉了 这一波没有走 孟兰吃了一个血包 刚好刷了一个血包 对 因为下路还有阿改来帮忙 走位躲一炮 这波阿改往前走想开了 因为清风和百兽在支援的路上 这波人都在下半途啊 夏洛特没有来 EDGM撤的还是比较快的 嗯 看到你阿改有这个动作之后 赶紧往后撤 凌芝 刚给到凌芝第一视角 夏师傅在上个赛季凌芝也拿出来过一次 并且获得了胜利 转上 来帮助百兽顺线 顺完线之后 这一波镜也去看了 重碰是往自家红区走的 但上路第二阶还有四个人 四个人抱团 这是想着跟上海EDGM换一座防御塔 对 要把外塔给 这一个二伞 阿改的招牌直角伞 可惜没能留住 凌芝也特别快 直接交了一个闪线跑了 这波不能被外面只具框住啊 黄柱就有点危险了 那现在在牛魔没有闪现的一个情况下 上海EDGM正面的话 他就可以赶上去打了 赶上去消耗一下 不过还要提防一下清风的一星 也会闪开 对 阿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直角顶了 阿改的这个顶太吓人了 又来 打招拍起来 梦境环游 再加上吕布一个魔神将士 直接控死了阎梦 这个就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嗯 当佛山第二阶的阵容 开始逐渐有伤害的时候 他们见到上海EDGM的人 上去就一套技能招呼一下 就是因为除了上路的夏洛特和打野的赵怀真 其他三个人都是脆皮 开道是必杀的 你看起来好像DRG这道阵容的输出啊 也比较一般 也没有什么特别离谱的爆发 但是打这下路三个人 确实很好打 过错有余 啊 EDGM的阵容整体坦度是不够的 没错 而且他没有什么反手的手段 嗯 或者说他的反手手段 其实对于DRG的阵容而言 我并不怕你的这些反手手段 小巫见大巫 在牛魔吕布异星的面前提反手 确实没法提 来了 外面之局 加过这枪式 又来挥一刀 往回拉扯 到队友的身边 只字格一直在挂被动 这波就是想干扰一下玄影拿蓝buff 然后回头控了一条龙 上方第一波的龙是互换了 上海EDGM拿的是暴君 DRG拿的是主宰 上海EDGM 现在的话就是要趁着佛山DRG 他们几个英雄的大招在冷却的时候 可以趁这个阶段去消耗打状态 然后再反进野区 反 然后带线 把兵线带出去 每一波DRG有大招的那个环节 他们要稍微避一匹 DRG这种就是大招流啊 且不算蓬蓬的大招 其他三个大招上去都够你吃一壶了 喝一壶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孟兰尽可能的去多发育 去拼经济 那EDGM就在这种时候 不断的去消耗打破格 牛魔来了 是的霸体挡掉 大招霸体再推到队友的身边 但这一波万变之局加吕布的大招又进去了 莫子一个大闪 起来 先收一下 把败收给带走 但是赵怀珍自己也倒了 双方打了一个一换一 不过这波还没完 上海EDGM可以趁着这波把人卡住 然后把中塔推掉 是的 而且进野区可以骚扰一下 这个蓝buff也不好打了 蓬蓬是一个残血 这一波赵怀珍还有莫子 炎梦回头的一个大闪 直接定到了进来的两个人 把人全部框在那里 赵怀珍那一个一技能把人吸在一起 然后莫子一个大闪直接控 这一波双combo 就是我们说的 虽然说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他也有反手啊 多少有一点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团 其实DRG这波开的有些草率了 他把技能 你看这两套技能 全部交到了一个赵怀珍的身上 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对啊 哇这一波太帅了 赵怀珍的一个音 他拉了三个 吸三个 然后莫子定三个 像牛魔去开团的话 阿改他开团的时候 要保证几个因素 就是一星和吕布的大招能跟上他 是 刚才阿改开这个团的时候 清风和百兽是不能跟的 所以就导致于他们 最后去跟的时候 已经到了上海EDGM的二塔 前面那个位置了 没错 而且赵怀珍也处在一个 相对安全的位置 吕布 吕布 被迫挑大招 落地是一个残血 带着莫子一个大定到了 吕布一直先直接倒了 不是的 直接把他的大给打反了 而这波 孟奇过来又被推走了 再来一个二技能的第二段 炸死了赵怀珍 EDGM又打赢了一波团 他们的伤害有点体现出来了 像江子牙 莫子和孙上香的小combo 伤害非常的可观 是的又来一枪 一个大闪 天生三段 全部命中三个人 带走了蓬蓬 再来一炮 再往后来的话 明要15级了 15级了 10分钟之前 江子牙封神之力到手 开始去封孙上香 孙上香现在13级 来了 这是比昨天的两把 江子牙和孙上香都要败的 这是让第二季万万没有料到的 我们说了EDGM他们不能逆风 但这个阵容要是顺起来 这大哥扬起来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就以孙上香现在的这个装备而言 再配合江子牙 减20%的一个双抗 吕布和牛魔 他们这个装备顶在前面 一套下去 就要掉到半圈以下 对 就看百兽这波 你看一下这波 一人来一下 你看这孙上香的伤害灌上去 根本扛不了啊 然后江子牙套 交个大招反打 是的 这一个一技能拉的也漂亮 直接把牛魔的大招 方向改变 嗯 在道中 阎梦把视野照了一下 CK两波团打的都很亏 现在选择强行 开这条龙响第一个团 阿改 来顶上去 直接开大招 走位躲开 吕布大招 飞起来跳到了阎梦 阎梦直接原地 一个大招 定了一下 但是百兽教授的闪现躲开 而这波赵怀珍 跟江子牙没了 这波战场被分割了 吕布这个大跳进去 把战场分割了 分割完了之后 彭梦收了一个 然后正面又激活了一个 对 旋影是为了分割一下 GK 就DRG的一个阵型 然后一个人孤军深入 最终被GK激活掉了 被DRG激活掉了 对 不要小看孟兰现在的伤害啊 孟兰现在也有7800块钱 他已经三间套在身上了 被彭梦挠了两下 非常的疼 嗯 又被白子非攻打到了 DRG现在 刚那波团打完了之后 DRG可以稍微喘口气 但他这个阵容 我们还是说啊 有一所以后期还是猛的 直接大招奔位子 把人赶走 推中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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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单枪爆发很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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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单枪爆发很高 这关门局框一下框到了悬影 将在一个大招三弹全部命中 牛魔 一个陕仙躲开 但还是被熏光三场剑给命中 一个赵怀战的一技能又拉死了吕木 莫子这个大招没有定到人 但已经完成了一波一换三 凌芝的一波孤军深入 凌芝的这一波绕后是直接阻断了DRG撤退的路线 是的 DRG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拿到这条暗影主宰 用掉了太多的技能了 状态也被打残了 这个中路的防御塔 已经已经交出了阵神 然后回头去反野了 这一波是把暗影之境放在了下路 把下路的路线给清掉 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凌芝的绕后 对 这波最开始的时候 DRG只是为了保证 彭某去稳定的拿掉这条暗影主宰 是 那后面这里看上海EDGM 一系列的控制流人和消耗 然后再到凌芝的一个绕后 让孟兰根本无处能走 没错 因为孟兰这个时候闪现还差一点时间 而且他大招已经交给了宁芝 他自己跳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被江子牙的二技能给弹了起来 对的 还好彭某刚才孟奇是有一个回头望月 扭了一下 不然明的这个江子牙闪现 一技能挂个一二可以把彭某留住 是 然后他正好一个回头 把这两下全躲了 小细节啊 如果彭某在当时那个时候死了 他就没有办法放龙 是 没办法把暗影之境放出去 那么波山第二技就有可能掉高底 下一条龙还有23秒刷新 现在的弱柯已经17级了 这个局面的孙上香太舒服了 现在宁芝带现是打不过孟奇的 蓬蓬经济已经饱和 装备已经完全出来 而且他出了竹锋 竹锋加上引刃 对 这样他攻速特别快 再配合他一技能 这个版本攻速预值的改动 调整 孟奇也是受益者 AD孟奇受益者 放个一技能之后挠得特别快 对 正好触发被动 这条龙把位置提前站好 复杉第二技秒得很快 但在往后撤的过程当中 好像有一点伞 直接上去见到百兽 就先打一套 直接空起来 但还好百兽有大招 直接往回跳 一个二技能接闪现 还要追 二技能上去再刮一下 也打出了百兽的闪现 二技能弱可直接果断交闪现 跟上竹竹 留下百兽 一炮三个人 薛颖再来跟一技能拉一下 但是没有后续的控制可以跟了 又来 手好长啊 今天的上海EDGM 跟上一场不一样了 来势凶凶 对 非常的凶猛 尤其是这个墨子 江姐 苏长翔这三个人 抱成一个小组 在那里打着佛山DIG的前排 搞得百兽 这吕布非常难受 没错 就稍微往前一个站位不剩 就会被打残 一出大招 百兽感觉不对了 赶紧把不祥做出来啊 他的阵容 不出不祥不行啊 孙长翔已经引刃了 是啊 DRG这种一波流的阵容 就怕 站位分散 站位分散 被上海EDGM逐个击破 刚刚在退的过程当中 被地形隔断了 就是这个版本改动了蓝区 这波梦境环游 直接贴到了明的脸上 明一个闪现躲开 但这一波 夏鲁特先倒 到环境过去 一紧地拉一下 想普攻粘上去 但是没有能够粘死孟兰 这一下被DRG又打回去 而且还可以拿一条龙 接下来的节奏 就全是DRG的了 这波1DGM一个 也是的 站位不剩 对也是分散了 太过于分散 然后佛山DRG抱的又非常的紧 每个人的技能都能接上 对 那二人就一套技能就招呼上去了 有这个阵容到后期 只要孟兰的输出环境好 没有威胁 第二阵还是很好打的 红队 就已经被DRG 了 反推了上二 再转中二 冰线很好啊 然后再转上 下路不管 下路让冰线就可以推掉 而这道阵容想要把冰线给清掉 有点困难 对一个牛魔往前点 就把人给折走了 对孟静怀游加吕布的大招 就直接被开到了 但是被救了下来 回头直接反点 再来军军的帽 点一下再继续点 往前追 再来莫子这一旁没有留住人 江子牙大招拨不到 距离太短了 赵怀真的复活 真的是太及时了 是的 但这波DRG好危险啊 来看一下这波 孟静怀游加吕布的大招 孙上香的一个走位 靠前了 然后DRG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们想上 想借此一拨掉上海EDGM 对 但结果忽略了 就旋影的复活时间 赵怀真刚刚出来之后 已经能拉两个极限 救下了ROCK的孙上香 旋影这一拉 拉完了之后 立刻一个大招 挡掉了孟兰无数的输出 没错 还把弗兰DRG整体状态压下来之后 DRG只能往后撤 那上海EDGM 就可以好好的把兵线 再送出去一点 这样的话不至于让自己 全被压在家里面 对 其实刚才DRG 只要推一个高地 往后走就行了 是的 一下子还是没忍住 主要是蓬蓬找机会了呀 蓬蓬一个大招 直接击飞了 开到ROCK了 开到 对呀孙神 孙神已经18级了 孙神18级了呀 现在你 他现在可能还算不上太白金星 他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土地公公了 多少也是个神了 这波还是在这个位置卡视野 然后队友在打龙 同样的方式 这波阿改神冲上去又被拉反了 太急 接化发 以柔克刚 直接让你转个头 对 没辙 谁让你不是霸体呢 像牛魔真的要开的话 还是要尽量的跟赵怀真保持一定的身位 打个大闪 成本太高了 阿改是比较喜欢二闪顶上去之后大招的 但他这种操作就很容易被拉反 这就非常需要他二闪就是 最好要离赵怀真有一定距离 或者是他这个二闪连带的赵怀真一起空刀 对 不然他后面转大招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掉个头 就赵怀真的一技能 哎 这一波祖宗上去 强开 又看到了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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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能好了 翻滚出去出了万民之局 这波赵怀真直接看到了进到草丛里 但是还是被红魔给连到了 不是给一技能推走 但是朋友们还在连到一个二技能 直接往回躲 那罗特来了 是的 夏罗特直接进去 但是把伤害第一套全部刮到了摆收的身上 并且放完了大招 一技能加速往回跑 没有被震神拉到 倒下的是炎梦的莫子 而第二技全员都在 刚刚那个位置不能对拼 因为梦兰的输出环境特别好 刚才明的这个江子牙 他一个鸡飞拆火的特别漂亮 不然这赵怀真也死了 今天的第一条风暴龙王 马上就要刷新 目前为止上海一DGM的控龙率是有点低的 全场仅控了一条龙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海一DGM 比上场比赛进步了很多 在团阵的细节处理上 都变好了 这一波被拉到了两个人 牛魔在拍两个人 一心外面是在女巫大招 两个人全部被控到了 而且直接秒掉了夹子 这一波要用这些进去打到了一片人 而且都往回撤 但是梦兴环球没有做到转 回头反点 但是一个满质量的梦兴 你实在是点不动了 而且还开了天穷 哇 本来看着林芝一个非常漂亮的进场 但是PoPo正好把那条风暴龙王打掉 对 瞬间佛山DG全员起了个盾 跟全员满血没区别了 太绝望了 到当时 一DGM是很绝望的 对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关键是在打龙的时候 清风开团的那个二技能 拉到了两个人 拉到了玄影和鸣是吧 开得太好了 然后紧接着一堆控制就上来了 关键在那个狭小的地形里 在蓝区的那个地形里 一DG那个团是不好接的 真是宽口打窄口 人家是站在河道位置 往前的野区打 没错 看TD云给到的胜率 给到的预测 这一波第二技 拔掉了下塔 这一波又来继续连控 弱克教授的展现 往回翻 赵卫山开起大招 夏鲁特来了 伤害挂一套 再挂上去 赶紧二技能跑 这七级光门键都不敢挂满 蓬蓬 一技能顶了一个极限盾 没有倒 孟兰 正面吃到了明的三段大 但不怕 他有吸血 来个进野区吸一下 不得不说 阿改是真喜欢二闪开团 是呀 我不说嘛 这是阿改的牛魔绝活 二闪开团 全影这个赵卫山 一技能真不是吃素的 真不吃素啊 看这一波 拉的 然后再加上牛魔的大招 加吕布的大招 一星的大招 所有大招 直接灌到了江子牙的身上 这波清风开的很好 连带着空到赵卫山了 紧接着就是 黄超刚刚说到的那一点 开的真漂亮啊 宁致进场 定了四个还是三个 然后紧接着 铜碰把龙一打掉 所有人身上加了一个盾 你自己看 赶紧拍拍屁股走人 赶紧跑啊 三高全破 第二技稳扎稳打 稳步前行 这一个大招没拍到 但是弱克的位置 被开起来 但是兵线进去了 没有人可以去清这个兵线 让我们恭喜 博山第二技 拿下首居胜利 最后一波团 第二技的一个处理 就很冷静了 嗯 他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就是等兵线进来 把人赶走 然后全部颠水晶 新赛季首秀首胜 上海EDGM这场比赛 在中期的时候 打得还是很好的 他们把自己这套阵容 应该有的那种特色 给打出来了 看TRG这个阵容 在选串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了 这一套大招团控流 真的不讲理 没办法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 交给评论席 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 非常精彩的一局比赛 很激烈 很胶着 就是当中一度是无法判断说 哪一方是百分百 能获得比赛胜利的 完全没有 就感觉每一波都打成残血 然后这边一下有机会 这边又打回来了 这边又有机会了 就属于这种来回拉扯 对 其实这把就是 第二季在中期 其实一度过得很难受 当然也有赢下团战的一个时候 其实这把百兽的旅步特别难 因为他有时候被他们 被江泽家探到 或者说好像先打一套 那时候就已经半血了嘛 然后再跳大 就比较难打了嘛 是 不管是往前往后 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难抉择的一件事情 也是在于牛魔加上 吕布这个双前排 他很难去扛住江泽家的一二 还有这个孙上香的一个伤害 更别提还有个墨子 全EDD这边 他这边有拉扯墨子 孙上香 还有一个能拉扯的赵怀真 赵怀真 是的 一些小控让你很难受 这一局赵怀真的一技能 不知道扭转了多少钱 每一波看起来孙上香都被匡到 被吕布跳到的情况下都活下来了 对 就因为赵怀真 那个一技能 把对面技能直接拉 拉反了 对 真的是非常极限的一局 这把就是 两边都是打得有来有回的 就是 压剧这边就是等着于迪一直发育 然后靠着孟奇 加牛魔旅布 把前中气给渡过去了 对 把后期于迪发育起来了 然后打输出 效果还是还是蛮好的 不过还是打得很惊险的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就每一次就当这个牛魔大闪 逼开位置 然后吕布跳大 然后配合一星框大 去把目标 找到对方孙上香的时候 赵怀真每次都可以很巧妙地 运用自己的一技能 去打乱 开火 压剂的一个进攻 就开火就直接形成了 对 可能一技技这边就是想跟你打拉扯 只要不被一星框大 他们团战机有的打 但是如果被一星框大了 吕布跳个大 就完全没得打 就还是得什么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这个 阵容他们的优势点 都不太相同 第二技这边可能也是 需要一个主动出击 让牛魔去撕扯 对方那个口子 然后让一星和吕布 去寻找机会 孟奇来到再进场 这是第二技的一个打法 遭遇战 是他们这个阵容 非常擅长 就突然遭遇他很厉害 但是EDGEM这套阵容 他必须要把阵型办好 对的一定要拉扯好 对 后排太多了 你要 所长相是安稳的环境 墨子和姜仔要形成四季而动的配合 召唤阵一定在这边 然后下落特殊 最好是随时可以进场 威胁到鱼姬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EDGEM这套阵容 他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开团的前提非常的多 他达成这个目标很难 他问题是就是 你上EDG这个阵容 其实他开不了团 就只能想着说莫子打一炮 然后我慢慢拉扯你 对 我把你这边慢慢斜连下去了 那我就事情推进 我们看到好几次 都是第二季 进攻打上海EDGEM的野区 然后一个赵怀真 一个技能 一技能有一波 吸了三个之后 开始那波EDGEM就开始 慢慢占据了场面那个主动 然后双方来回 对 赵怀真这个技能还是很恶心啊 对 太强了太强了 他打反手还有大招 还能挡一下对面的后排的技能 本局NVP给到了清风的一星 这局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当呃 驴铺和牛魔的大招 很容易被对方拉开的时候 那一星就是在找对方第二落点 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 是的 我们只要看到清风 只要他一星有 只要是开到团了 只要能开到对面两个人 我们这波团 基本就已经很大了 是的 龙坑那波就是江子牙 对 那波江子牙 着急看龙 对 有点过于着急往前走了 骑子探到视野 给到阿甘牛魔的一个动手的时机 召唤真正上这波是经常想要去带走这个鱼姬并没有成功 就这波 这波机会抓得很快 看到江大一瞬间直接转身台 然后加个大框 然后后续团战你会发现没有江子牙 左边的就是战场能力就非常的弱了 对的 这是拉 离开位置 然后旅不来 对 这波赵怀真拆了也是不 不然算一下还没有躺 他其实第一时间应该用闪现去躲掉异星的大招载 对 我说真的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一开始我们会可能觉得上海的EDGM好像有点悬 因为DRG其实他整体的一个进攻节奏 就把控野区这件事情打的还是蛮明显的 就很像上个版本的他们 而上海EDGM呢 运用到赵怀真这个点很好的做了野区的防反 然后成功把局势搬回来 那我感觉一点是 EDGM其实在赵怀真的运用上好像跟 就已经产生出来了第二分支的一套打法 之前我们所认为的赵怀真 他可以配合夏洛特打更多的主动进攻 在单线上取得很多的优势的 是这样一个打法 这是第一种嘛 主动打强节奏 就跟传统的野河打法 还有一种这种有点偏蓝领 他不是说我第一时间打进场 我去用我自己的技能去影响你的走位和下你的血线 而是先保证我自己后排的一个存活之后 我们再打防反 其实还是当主要一个当蓝领 当一个拆货者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这把他的阵容 是一个三后排加一个夏洛特一个站边 所以他不当前排真的没有人当前排的 所以说他只能作为一个去前面当做一个坦克去扛着 然后去当一个蓝领帮忙拆货扛伤害的一个位置 是 所以也是我们又看到了赵怀真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吧 当然第二季这局确实赢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惊险的 因为当中其实一度是比较纠结的 不好就好在哪里 第二季虽然是丢掉了一些场面或者输掉了几波团战 但是他们把龙都控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个版本的我觉得主宰和暴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是的 因为这个版本你拿 这个版本你只要把主宰拿了 然后对面那时候带一条线 你可以不用管那条线 可以直接把大龙放在那条线吗 对 就那条 这条暗影之锦一放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兵线的推进节奏就完全终结了 就刚刚其实在下落这样就有一波 所以我觉得对上一件首先一点肯定是 今天的状态一定是比上一场比赛更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去怎么尝试赢下来了 当然第二季我觉得今天也是有些惊喜吧 有些惊喜就还是在延续他们自己之前老的一个打法 就我强行进野区 也没有说我依靠冰线再做更多的文章 当然和东鹏特影加个能量Buff 开入全场无人能挡累了困了和东鹏特影 赢了碰一下不服更要碰一下Buff拉满 勇闯巅峰 勇闯天涯 SuperX够胆就来碰 其实在之前我跟孟兰有一些沟通嘛 其实在这个版本他觉得攻速御制取消之后 鱼姬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存在怎么样 这把感觉如何鱼姬 其实鱼姬这个英雄就跟加罗一样 发育到后期就是换神 所以他觉得会很稳 很好用 对 真的 是的 因为他们这把打的就相当于鱼姬的输出位置 都是输出的比较好的嘛 是 就是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生存空间 然后有大招 有二技能 OK 那么本场比赛也是暂时告一段落 让我们一同期待下场比赛的开始 稍微休息